再繼續往下 再繼續往下 在這邊會做第一次的沉降 因為水變平了 他已經沒有那麼大的充力的時候 他就會第一次沉降 他這邊就會沉降出來 那這邊又會去沉降 他再往下走 他到什麼時候沉降 到海 最終是到哪裡 到海 到海的時候就像這邊是 海是很深很深很深 但是我到海裡面 基本上就沒有高度差 那水就會突然間不太往前流動 那就突然又降下來 所以這時候就會一直堆積 這就是我們家的堆積 是會這樣形成的 從山頂山搬運到會沉積下來 從山頂山搬運到會沉積下來 那從山頂山搬運的時候呢 你的速度越快 你就給搬得越大顆 所以假設這是一個河道 我們這樣河道有點太斜了 假設我們河道是長這樣子 哪邊的流出會比較快 一般來講 山的狀況 在尤其是台灣的山區 你越山上 它是越陡 就是山的那個走向 山的走向是 就是 可能就是這樣 越往山山越陡 簡單來講說我們的水 是我們剛剛不是講的 水的侵蝕有一個是向上侵蝕 對 向上侵蝕 所以它會一直不斷向上侵蝕 所以山會被你越削越陡 越削越陡 它到後面會很陡 就要清醒 這很陡的地方水流得很快 對不對 水流得很快的話 所以大的石頭比較會被帶走 那接下來水會比較慢 水越慢的話 大水就沉下來 變棕石頭帶走 那棕石頭再往後路 越來越慢的話 棕石頭停下來 就像沙子跟那個 細的顆粒的會被帶走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河道的話 越下游的石頭是越細 那比較少 那是大石頭 那石頭經過這樣 魔屬 魔屬 魔屬之後 就看到一些俄倫斯 對不對 如果你看到這個石頭 要有靈有角的話 大顆這些有靈有角的話 放到人家上侵的地方 人家上侵的地方才可以看到 打折一疊 像我們在那個圈谷看到的石頭 有看到俄倫斯嗎 那基本上沒有俄倫斯 這次你們要上課都可以再看一下 應該是基本上沒有俄倫斯的 好 他這邊有提到一個叫 均移作用 均移作用就是我們剛剛講 這就是這一次的 也跟我們剛剛講的 侵蝕效果有一個 向上侵蝕 向下侵蝕跟向上侵蝕 他的作用都是同的道理 所以我們要把他大便 把大便小 或者是把 大便小 把大便小什麼意思 均移作用什麼什麼意思 把大便小什麼意思 把大便小什麼意思啊 把大便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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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因為磨擦力卡住了對不對 所以水在流動的時候 它裡面夾雜的石頭會撞擊別的固定的石頭 會把固定石頭撞擊 撞擊完之後這些石頭都會往旁邊走 你說水帶流的石頭會撞固定石頭 對 那一顆石頭會一直被撞 它會被撞碎啊 慢慢被撞 撞到碎掉沒有錯 水帶流的石頭會撞擊一些固定石頭 水帶走的石頭會撞擊一些固定石頭 暫時不會移動的石頭 對吧 那些固定石頭 那些固定石頭不會移動的時候被撞碎了 撞碎了之後經過幾百萬年之後慢慢撞碎了之後 碎了之後它就跟著水移動了 水就可以把它帶走 好 就帶走 那戴到什麼時候它就不會再撞清淋 自然就希望它都平了 但如果平的時候呢 意思就是說 不會沒有所謂的重力的影響 反正水落在這邊跟水落在那邊一樣的效果 水落在這邊跟水落在那邊一樣的效果 反正就是不會有太大的流動的時候 當你不會有太大的流動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輕時效果 基本上是平的 這個均勻效果 均勻作用 所以簡單來講你可以看到 有些小影子或是一些小彗星 它的結構是比較奇形怪狀的 對不對 可是只要是稍微大一點的星球 或者是上面有空氣或是有水的空氣 基本上都會比較平寒 好像月球它的高低其實也很大 月球高低其實也很大 那月球 應該是沒有空氣的影響 那為什麼它會我們有點太遠 因為它太遠了 因為它太大 應該太大 應該太遠了 所以你不會有問題 是 所以剛剛萊文家說 如果所謂不是跳出一個火星正直發射流水 對 這個水是H2O嗎 H2O H2O 沒有H2OO H2OO度不穩定 酸水的酸法 大家有看到它的流動嗎 大家看到它的流動性向 因為它那個水會 它那個土壤會變黑 變黑 然後它有流下的痕跡 有溫度 就是內海的機器 對 那海的機器 然後那就是 碳索的 現在就是水嗎 欸 岩漿 別的液體 不會是岩漿 因為岩漿是太熱 那應該是 因為 有沒有別的液體啊 目前他們說是鹽水 還不是純水 是鹽水 所以它可以承受 因為火星它其實蠻低溫的 所以一般的水就會結冰 所以他們認為是鹽水 鹽水到底怎麼不結冰嘛 在那種地霧之下不結冰 所以它才會 它說也是一樣會有蒸發的情形 因為鹽水 就是鹽水還是有蒸發 它蒸發了 然後鳴解了再流下來 蒸發了 鳴解流下來 所以他們說 底液上在那邊 不會有流水 因為它 它不會大規模的時候 我們就形成雲 它是下雲這樣 下火 沒有 它是只是水的毛細現象 就加上那些蒸散現象 水就往上帶 帶到比較高的地方之後呢 它就不會再上去 它就有水下火 就這樣 前面就有什麼意思 這樣 好 下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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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